中华民国退到台湾 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反共 如果不反共的话 像我这种外省第二代 根本不需要在这里 话说回来 如果我不在这里的话 我根本不会被生出来 因为我的家庭是地主背景 在大陆是被青藏斗争 人生是消灭的 所以不会被生出来 我大概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开始研究中国大陆 有一天读书读到半夜两三点钟 我父母亲已经睡觉 上床很久了 我读到两三点钟 突然间一阵感动 跑到我父亲的这个床前面 想跟他跪下来说 谢谢你在台湾生了我 否则我不晓得会变成什么 这是我们的外省第二代的一些想法 外省第二代的心声 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跑到台湾来 因为反共嘛 就是因为反共 我们才到台湾来嘛 而现在全世界在帮我们反共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不反共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看不过 对这个地方是什么 对这个地方是德国造训的 在役目中见的 飞行 我看不过 目前还是远移留画的 belt whole thing 在那个 Atlant共